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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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时 可不可以 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有关 战亚 部分的判例 什么叫做 美国在台 我們 谁知 这本書 战亚 第五個 主持人 好 第一 大家 第一 大家民政委的主張 我們需要說 人牙手 公道來 支持我們的生立 看主張跟立場就好了 我們的立場民政有什麼 遺固公道的結果嗎 遺固靖東支持票數的結果嗎 看清楚 來 第一 你看 遺固國際法例 讓台灣國際地位政權 這是我們英文 英英文文 法例台灣要追求的目標 為什麼台灣國際地位政權 是我們中國的 目前有政權嗎 沒有政權的重來就是 美國 他擁有管轄權 我剛才說的那兩百度 現在繼續來講 來 看到你的右手邊 這兩百度 天皇 日本天皇 天皇陛下 他擁有什麼 所有權 所有權 所有 台日本大國土地人民都是他的 我們是誰 我們真正的想法 黃民 黃民是不是好的身份 真是一樣的 不要讓中國人 流氓的中國人 和汙民化 黃民是真好耶 日本人 日本人 日本的黃民是全世界水準最高的 你去看 我們來看 日本共 他的肚子 他的人民的層次 肚子有本色嗎 交通有經濟嗎 大家有收幾基嗎 會插隊嗎 不會啦 你去看 做黃民是很驕傲的事情 好來 看天皇 代表什麼 所有權 右手邊兩幅圖的 看到右手邊 那邊有兩個人 那是代表什麼 管轄權跟軍事的佔領權 美國總統誰 他現在是代表 那時候 他民政府告他的時候 那個總統是誰 布希 布希是誰 萊斯 我們看到 美國總統 他左手 按著聖經代表什麼 他臣服於上帝 所規範的自然法衍生出來 由世界各國所共同遵守的萬國公法 對 清清清楚寫在美國的憲法裡面 大家回去可以去看一下 就是說 他按著聖經代表說他 憑著自己的良心跟遵守萬國公法的精神 為美國百姓設想 為美國的利益 優先考量 美國 他最主要就是 美國利益優先 只要對美國優利的 一定支持 但是在這裡 我們要保養 法律至少 不管對美國優利無利 你都要照法律來走 要照國制法 萬國公法跟 古金山合併條來走 你都要支持 對你這麼優利的 無尊秀 我們就要照顧 來民眾要照顧兩件 第一面在哪裡 我們看到新台灣的第一頁 我們來看看 來 新台灣第一頁 我們看一下 美國政府指定設立 台灣民政府在華府 成立駐美代表處 來第一個 設立經過 第一點 向美國提出訴訟 控告美國政府 與美國華府聯邦地方法院 我看這點 好來 2006年10月24日 台灣平民林志森等 228名 在美國首都 哪裡 華盛頓 一般都講華府 像美國華盛頓 哥倫比亞特區聯邦地方法院 提告美國政府 那個手機 麻煩關靜音 來 標的呢 台灣國際地位與台灣人權保護 為訴求 按號呢 我們在 高的時尊 歡迎 一定錄立一個 按號 編號 比較好差 來 你看 後面這 留著稍微看到 看到第三點 2008年的3月18日 美國華府聯邦地方法院的判定 要注意喔 這個時間點 本土台灣人 有沒有國籍 本土台灣人 無國籍 英文 怎麼講 people of 台灣 不是on台灣 台灣關係法上面 它所保障的是誰 the people on 台灣 不是of 只要你站在台灣 這片土地面上包括 流亡的 中國民國的 難民 這難民不是 沒有依據來講的喔 我們現在英雄當中 中華民國 他現在拿那個 負責 什麼世界 綠色 綠色啦齁 他那個綠色 代表什麼意思 流亡的 國際難民 所拿的 叫做綠色的護照 英文什麼 green book 西藏流亡政府 一般都要講 我們要尊重人 他有正常的名字 他叫什麼 土博 西藏是中國人在講的 他都基幹 都親世保人 明明這不是的所在 有帶領 大家的本土人人說 隔壁的國家叫什麼 最最聽到 大陸 那個人 外星人 最最都要講 對不對 自己的動心 幫你做分量 你今天最到三天 兩月第三天啊 你現在要把這個習慣 慢慢調整 甚至 趕緊把他調整過來 家裡的人 我們譬如說 我們跟他的手提 譬如說 我叫王小明 他的王大明 頭 我都叫他阿明 大明 我叫小明 大明 外面的人 怎麼看 他跟我是不是同一家人 同一家人 對不對 是不是同一家人 才這樣說 我現在再跟大家呼籲一下 請你的手提 跟他的靜音 全世界都在看這裡 這代表你的追蹤 這全部都錄影 全世界都在看 台灣人目前的追蹤就是這樣 所以我們要 用法例調整過來 誰的手提 一向 全世界現在同步同步都在看 講的 話 講的法理 全世界都一起來 進步 你的手提 你如果不記得 冠軍 冠軍 現在已經調整 沒有影響上課 全台灣的 全世界都在聽 因為你的手提 一向 十五到 終於五十秒的時間 這樣好 你手提 就要調整一下 好 來 繼續說 他要說得對 好 來 你看我 影響有大嗎 影響很大 這個立方政府 我們要記得 我們要改於基幹 要有什麼 一個区別 用什麼区別 法例 我們要知道自己的身分 你是 台灣人 還是中國人 要怎樣 分析 來 阿伯麻煩一下 阿伯 阿伯 麻煩你手機 旁邊幫你處理一下 好 來 好 第三次 第一位阿伯 今天很受重 你 也想你堅勝 手機不可以這樣 我們大家要注意 中國人 跟台灣人 要怎樣分 就是什麼 用法例來分 我們的身分 我們本來是什麼新聞 我跟大家說 我們是天皇的皇民 連浩波村就跟他講 你們是皇民 所以 他拯了這點 已經把我們叫請了 把他點清楚 重點在哪裡 流氓 流氓中華民國 來 台灣 台北市的地方 作為 他流氓的 佔居所 他不是 英文在這裡 是因為美國 在這 久等 六十幾年 在 2010年 6月29 還沒 簽 錢 他都自以降 就怕 回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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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這支手 給他 簽名 英文 留在這裡 最大的理由 齁 大家 初級班 到這裡 要給兩個重點 你拿下 我們拿 做會來複習齁 初級班 兩個重點 第一 簽名 不宜專注款 流氓不得就地合法 佔領不宜轉主權 流氓不得就地合法 佔領不宜轉主權 流氓代表什麼 流氓的難民 流氓的政府 組織 都不可以就地合法 那個手機 關機最好的方式就是 電池把它拔掉 OK 麻煩這個 來 OK 來我們看這個 這個 剛才說的 這個2006年10月24號 這個我們 看他的重點是什麼 台灣國際地位 跟人權保護的訴求 六十四年 那年是六十四年了 那麼多年以來 台灣人的人權在哪裡 那種 大的 腳 是殖民地的地位 去全世界每一個地方都叫 去福 卡住不是屬於 本土丹人的護照 我們是軍事占領地 拿的是護照嗎 大家要有一個清楚 有一個概念 我現在在這裡 跟大家分享 戰爭法 戰爭法底下被占領地的人民 應該拿什麼證件出國 不是護照喔 是什麼 旅行證件 travel document 旅行證件 你如果記不起來沒關係 手機在這裡跟你分享 你用台語記 找不到 有好記嗎 travel document 用台語 找不到 travel document 一般我們都說 passport 對不對 passport 那是正常的國家 我們第一點 我們就說 讓台灣國際的地位正常 既然就沒有正常了 我們香港還有一個劉王政府 他受款 美國 美國總統 美國國務院 受款 給劉王 中華民國 這個市民 政權 來幫他管理 比占領地的人民 就是占領地 美國的軍事占領地 依戰爭法 應該由 台灣人民 所組成的民政譜 Civil government 來執掌什麼 民事的 政權 不是流亡中華民國 所以是什麼 不正常的階段 這個要寫起來 兩個重點 第一 佔領不宜轉主權 你要先寫 應該要寫起來 二 流亡 不得就地合法 佔領不宜轉主權 流亡 不得就地合法 流亡代表什麼 流亡難民 流亡的政府 流亡的國家 像土博 土博在印度 的哪裡 達蘭莎拉 所以他 代表的 國際 組織團體 都要叫什麼 土博達蘭莎拉 就像 這一個流亡政府在 台北市叫什麼 Chinese Taipei 全名叫什麼 Chinese Exiled Government Government in Taipei 中華民國 流亡政府 在台北 在台北 在世界大前 一樣 有三個 國家 簡單的例子 先說 幫你做複習 法國 流亡政府 跟比利時 流亡政府 流亡在哪裡 英國的倫敦 French 跟什麼 比利軍 亞洲的 韓國 流亡政府 在哪裡 中國的上海 Korea 你要涉及 同樣 現在我們不正 就是 土博 流亡政府 在大蘭莎 你不要再說西藏 流亡政府 那是很不尊重人的 我們的 稱呼 中國人 就是叫中國人 沒有什麼 就是要叫中國人 不要叫什麼 外星人 我們看到 當時 他有一個 植物牌 後生勞動省 經濟產業省 文部省 什麼叫 外星人 省在 台灣民政府 目前的 架構裡面 行政架 組織架構裡面 省是行政單位 文部省 對 那像 後生勞動省 像衛生署 經濟產業省 經濟部 要知道嗎 不可以再說外星人 那會叫他唱 尤其 後來還穿這術術 掛這個mark 還在說外星人 那真的會叫他唱 唱到吹氣都掉了 不可以再說外星人 我們要政充法 國際立委政充法 我們的 清好用俗 也要政充 隔壁的國家很政充 跟我們有什麼完修 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人 有殺台灣人嗎 有沒有 沒有 沒有殺台灣人 真正殺害 本土貪人是誰 流亡中國難民 要分清楚 我們不可以說 因為他們當時 政府解救 所帶來的這些流亡集團 跟毛澤東對立 就要把這個仇恨 牽連給本土貪人 我們欠軍事政府 我們本來的政充是美國要親自 為了生錢 為了美國利益 讓這些流亡中國人 賣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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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給他 賣錢 因為他什麼 講宋美齡 他靠到他的外交手段 給他 留亡中國人 這麼久 想要刺濟 就地合法 這 所 所產生的這些政治行動 呈現在 電視上 廣播 報章雜誌上面 這些都是誰家的事 這都是中國人的 加萊斯 大家都知道 為什麼 人家隔壁的 阿嬤在玩家 你要去派貨 隔壁的兄弟 在那邊 收拔林農 你要去派貨 要不要 那中國人的內政問題 你還要去 因為這樣 你要介入 你甚至為中國人 裡面的吵架 感到憤怒嗎 海集會跟海峽會 所簽的F 跟福茂 你為什麼 你為什麼感到憤怒 你是不是落在含政 那個含政 叫什麼 政敵連鋼 政治煉獄 他會創造 這個 中國國民黨 你一定討厭 我創造一個 民進黨 而且 他前面那段話 要跟他講 叫什麼 民主進步黨 你就很高興 從台灣台灣 台灣團結聯盟 你也要跟他參加 快 撒長出來選 我要投他 這樣對嗎 要知道 現在所你所聽到的所有的政黨 都校長上 中華民國 民進黨名稱的 中華民國民主進步黨 台南的 中華民國台灣團結聯盟 台獨的台獨聯盟 中華民國台灣獨立聯盟 你還要支持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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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支持你投票率 你只要超過五千 他就有照片了 你就看 本土黨人也是 心甘情願 讓我們這些流亡中國人 所遠行出來的 政治組織 繼續把他吞打 像你會看到美國人 跟流亡中國人 米在台後腳 在頭上 你們台灣人真的空的 電視跟你說的 記者跟你說的 你就要信 媒體治國就是要來 這些團合信節目 我相信 在座各位 回去都有看團合信節目 對不對 那有結果嗎 那說的都是 家裡的事情 都是中國人的事情 這些核能發電廠差幾年了 三四十年了 核能發電廠在台灣 興建跟運作 是對還是錯 認為對的請舉手 我先問一下 不對的請舉手 不知道的請舉手 沒有舉手的是什麼 來我再問一次 興建核能發電廠認為 對的請舉手 不對的請舉手 好謝謝請放下 沒拿去的 你要參加公投 沒有不知道的事情 核能發電廠是錯的事情 你把他生產出來的核廢料 放在你們家裡沒有 還有不知道的嗎 核廢料要不要擺在你家 放在你家好不好 這是錯的事情啊 錯的事情還要公投嗎 那為什麼要清建核能發電廠 很簡單 這些流亡的中國殖民政權 就是要在這邊土地上 想辦法 爭取跟鑽有 他們的油水 真的是殖民啊 是民 他來這裡的油水乾乾 要拿回他的祖國 建設 我們想看看 青國 青國 他來跟台灣 在台灣西半部 中央山脈以西的六個屯肯區 它是哪 我們有聽過一句話吧 三年過 兩年末 有聽過嗎 它就是在這裡蠻蠻的 要拿回來 我們想看看 這個流亡中國人 在1975年 10月25 那時候是台語什麼 台美國來軍事 占領台灣 那時候 那又是正常的國家 美國才沒收到 第第四年 1949年 哇 才變流亡政府啊 要怎麼樣 不會太痠 所以想辦法 為他們解脫 讓他們可以 在那個曖昧的空間裡面 留在這個台灣 留那麼久 但是受害的是誰 在座的 我們的祖先 還有什麼 我們的子孫 你願意這樣 讓這個 惡果 這個不好的影響 延續到我們的子孫嗎 所以呢 法理至上 很重要 我們大家記得 台灣民政府跟中華民國之間 沒有對抗 我們是和平轉移政權 美國的要求 就是這樣 我們剛剛這樣分析 大家要有一個清楚的概念 我們不要去陷入 中華民國 我流亡政府的政治 政黨惡鬥 他跟我們說說 不可以插政典 什麼叫做政典 政治是什麼意思 管理眾人的事叫政治 我請問各位 主張 沒有要插政典的動心 包括你的親家朋友 請你清楚跟他講 什麼叫做政典 管理政典的事都是政典 你有入水電嗎 水電費有沒有交 有沒有交電話費 有沒有交第四台的錢 有沒有去買東西 這都是政典的事 你去立錢 你身為家長 當爸爸媽媽 你小孩子的事情 你要不要去管他 家裡幾個人 眾人就是三人以上 叫做眾人 管理政典的事 叫做政典 你如果說你沒有插政典 很簡單 你就是魯賓遜 在什麼 在那裡 在孤島的民眾 一個人 那有這麼沒有插政典 所以你只要 牽涉到 政典的事 那叫做政典 我們要去關心 政治的事情 本來我們就是要關心 不是說 像他們說的 政治 他們說的政治是什麼 中國最大 最不好的 他們都拿來 通通套在政治上面 陰謀論 厚黑學 三十六記 走為上策 用騙的 用諸葛亮去教 同騙 他們都說政典 你如果討厭之後 真的我沒辦法管 都要讓他們得逞 有看到嗎 他來這麼殖民 我們有法例 我們如果都沒關心 今天台灣民政會會成立 會不會成立 會不會有秘書長 大家如果都秉持這種觀念 我不要插政典 台灣民政府今天 還能夠帶給你幸福嗎 一定要去關心 關心之後 透過你 跟你說 跟你感慨 跟你介紹 給你了解 發力 今天坐在這裡的 每一個人 你要感謝 知道嗎 來我們把旁邊的人 感謝一下 你旁邊的人 互相 點點頭 謝謝三天兩夜 你看我們在這邊認識了 因為發力 我們有緣 坐在這裡 一樣 你來這裡 你看 這個地方誰的 這個地方誰的 游先生的 水月園農場 游先生 他提供給台灣民政府來 讓大家坐在這裡 還有冷氣可以吹 有水可以喝 有飯可以吃 還有一個職工 都沒那麼清水的 煮菜煮飯給我們吃 要感謝嗎 好 大家知道 這本新台灣論 包括演習出來的 後面那麼多豬 都是秘書長 在2004年這樣 整個疫情 這樣研究出來 整台原文書 心血結晶 要好好燈熟 好好託 託 幫秘書店 幫台灣民政府 幫台灣國際地位政政法 大家做會打拼 去外面 說 不知道的人 民眾 他還討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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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討 中國人 把這些人 趕快叫他 為什麼 那又落到那個 老鼠 老鼠的陷阱 他就放一個 香香的乳酪 吊在那裡 香香 啊 對台灣才有希望 所以來投蔡英文 啊 紅燒煮不要插 對啊 他要老鼠的那個 那個 補鼠器那裡 黏綠綠粉絲 水果啊 怕孫子一樣 同樣受害 這就是什麼 有毒的 毒蘋果 毒蘋果的理論就是 這70年以來 在這個土地 民政 所產生出來的 這套 殖民教材 是有毒的 主體越高 越不容易轉變 我們要透過什麼 透過新台灣論 國際法理 讓這些中毒的人 讓他慢慢 把毒解掉 那有像過潘老師 潘講師的課 有嗎 解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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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用法義念 解毒解毒 你分不出來 但是你念台語 是不太清楚的 解毒 解毒 你分得很清楚 你在那裡 就糙薄 你就做到一個解念 欸 什麼 我哪個家 眼見不一定為品 這些關念 慢慢回 有一個獨立的思考 你有一個邏輯概念 你有一個 Logic 有一個邏輯概念 你就不會中解 不會中懂 但是你現在的判斷 依據 一樣 要用法律來做判斷 不是說個人情感 我開心這 這彩虹比較漂亮 所以我支持彩虹 不一定 這有什麼影響 不知道 你通過法案通過 有沒有影響 拜後續 流到小小的發生 回歸自然法 就是 男跟女而已 沒有男跟女 世界人類 世界生命 可以延續嗎 你就是說 像那個同志 好 你請人家 帶什麼 幫他生小孩 那個也是社會問題 喔 我們點到這裡就好 沒關係 因為他來的時候 台下 台面下有動心在說 這沒關係 因為什麼 自由言論 但是什麼 我們來這裡 最過的是什麼 台灣法理 社會問題的 後續 大家做研究 來 這時間點 1895年的 4月17號 我相信這個圖 大家有看過嗎 這所在是什麼 下官條約簽約的地方 他現在現場還有一條 來我們看喔 補習一下 大清帝國大皇帝陛下 跟大日本帝國大皇帝陛下 我們的簽約 譬如說你要做房子 做土地要開工廠 你想要跟地主跟處主簽約 甲方跟乙方 屬住 四族 他可以請代理人 代表他 有得到 甲方跟乙方充分授權 譬如說 這是那個 李鴻章 對 這是什麼 伊藤博文 譬如說這樣 我們下去 兩邊去簽約 在那個地方簽 簽的條約 是不是有效 永久有效 不會因為說 日本天皇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投降了 馬關條約就廢除了 有沒有這回事 沒有 要有一個清楚的概念 這名字叫什麼 Treaty of Shimonoseki Simonoseki 這是什麼 下官條約 Simonoseki 你聽這個音就知道了 在對 在日本 在日本喔 下官條約第一段就知道齁 領土主權 臥有者是誰 君主所有 你說他的皇帝 跟 台灣朋友 我女兒 天皇 皇帝對皇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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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就知道齁 因為皇帝一個人 他沒辦法管很多的地方 所以他 把管轄權 跟什麼 他所信任的政府 來幫他管理 那像說一間公司 當事長 他叫公司開很多分公司 他什麼 他是不是會設立 叫做總經理 總經理 對不對 總經理有沒有擁有 公司的所有權 沒有 他只是管理權的最高代表者 用這樣你就能了解 你的右手邊的兩百度 當事長是什麼 跟總經理是什麼 這樣就知道齁 因為 就經常和平條約第二條 B款裡面 Japan renaissance all right title and crime to Formosa Pastors 這是什麼 日本政府放棄管轄權 這是他的主權權利 拿出來 但是什麼 還有殘餘主權 什麼叫殘餘主權 主權義務 現在日本國 他必須要經濟第二條 B款 甚至後面延伸出來美日安保條約 他必須幫日本天皇保護他的財產 雖然不是日本建護官的 但是什麼 是日本天皇的財產 他必須要用軍隊保護日本天皇的財產 要知道齁 第一條的B款 天皇 他是被suspend 就是被權制起來 他不能管理 國家大事 但是 他的所有權 有沒有因為這樣被剝奪掉 沒有 沒有 東西還在齁 還在齁 只是說 尊敬你第二次世界大戰 因為 破割 結果就是 美國 征服了 美國 征服的 事實 依據在哪裡 在舊金山和平條約的 23條的A款 跟第四條B款 你可以看到齁 23條A款 你拿下齁 不要聽到 昨天去 你怎麼賣 23條 好像是13條吧 還是33條 你要記得齁 舊金山和平條約 23條的A款 裡面是啥 美國是主要佔領全國 The principal occupying power 主要佔領全國 對不對 主要是一個 主要是不是一個 是單數 不是負數 所以他的佔領權 不能夠分享 所以在第四條B款裡面 他所佔領的地區 所有的財產 處分分配權 決定權 在誰手上 美國 在美國 美國的代表在哪裡 看你的右手邊 每一區的州辦公室 跟郡辦事處 都有這兩邊圖 這兩個圖 你要記得齁 這邊代表什麼 日修 這邊是什麼 美證 日修是什麼 修 日本天空 大家手要寫一下 趕快拿筆寫一下 日修是什麼意思 修 日本天皇 簡單來說 日本天皇所有 美戰的 美國總統 佔領 就是兩個代表人物 就是我們剛才看的 主張 台灣民政的主張 第一條裡面 你有沒有看到 日本天皇保有 台灣所有權 美國總統 握有台灣佔領權 在這裡 這兩百度 不是美術品 不是藝術品 你要記得 他所代表就是 一個是所有權 一個是什麼 管轄權 你記清楚 人家要說 台灣什麼 日本的 講到一半而已 日本天皇 比如說 這家什麼 我們家 我們家的 是我們家 老公的 你要說 可以拿出 財產所有權狀 人 譬如說這棟家 爸爸買的 這間家是 爸爸的 我們家 我們爸爸的 你要說的 不是說這我們家 這我們家 說一半而已 這叫什麼 差不多先生 中國有什麼 英文都落後 就是這種說 那種 差不多先生 這種的阿Q 阿Q的邏輯 所以什麼 英文對不到 我們要託亞入歐 你說歐洲 大家火箭時代 開起來 甚至還有衛星 他那些陳泰山 陳蔣師說 你說 我那個高科技的 火箭機 他在飛到面上 他在摟 他在摟摟 你看他跟他分析 有政策嗎 這整個都飛彈 那高科技 歐化 你看中國人 有辦法做那個嗎 沒辦法 他那個思考邏輯 有點狀況 我們要跟歐美 來做學習 他那個先進的科技 還有他的教育 整個下來 人民的補片 他可以在短短時間以內 提高他的行政效率 我們還記得 美國政府有一段時間叫什麼 美國的白宮停止運作 可是美國有沒有停止運作 沒有 這就是他們的SOP 標準工作流程 所產生出來的效應 雖然白宮沒有運作 可是他的美國 一樣 美國社會 美國秩序一樣在運作 那是有一套SOP 標準工作流程 然後鄉親你科P 你也有聽過他講 SOP 標準工作流程 就是一個行政效率 譬如說在外面 我們聽說 公司工程 都要承 就是要照那個 整個來走 法例也是一樣 全世界都順受國際法例 法例最上的精神 世界會亂嗎 會不會有格達費 會不會有海山 會不會有ISIS 那種 伊斯蘭國那種 血腥的事情 大家只要法例來 不會亂來 大家就遵守了 世界好朋友 這是不是 大家都要追求的目標 法例最上就是這樣 我們不可以跟台灣 敵人說什麼 直接對抗 不要說 拜託你穿了這書衫 掛著這個Mark 你叫台灣民政府 你還有那個 身份證 哇 去外面開車 騎車亂來 我闖紅燈 紅燈左右轉 警察 你把你 糾正 把你開床的時候 你還給你黑黑人 可不可以 要記得 台灣民政府的立場 第一點 有什麼 不使用暴力或武力 語言的暴力 算不算暴力 算喔 你這樣黑黑人的就是暴力 法例台灣人 要記得 法例至上 沒有那個暴力跟武力的 法例就是你中的事情 小小聲說 好好說 大家公立 不用去跟他們對抗 要抗議抗政 那都不是台灣民政府 應該要有的行為 你要 現在這個同心 大家上課 要記得 我們要記得就是 台灣民政府的主張跟立場 你回去 你可以用紙寫十遍 寫十遍寫一百遍都可以 你把它寫下來 寫在你心肝裡面 你如果 定義說你有一天 你睡著 睡著 做民房 你可以跟民房 做民房裡面的人 說話你的時候 你已經熟了 你已經熟了 你已經獨熟了 你知道嗎 你看到裡面 你就會說 成為你的生活習慣 這是好的 這代表什麼 你已經標標準準 已經是一個法理台灣人 而不是什麼 政治台灣人 政治台灣人就是 極干 不然就要控制 要等東西 等技能 要衝撞 那個不是我們 應該要的行為 你知道嗎 那種行為是 流亡難民才會做的 因為極干的流浪 他生活中不安全 沒有安全感 所以極干就會抗爭 要爭取他的權利 要跟自己當局對抗 那個心態都不要有 我們是被軍事佔領 我們只要照著國際法理 照著舊金商和平條約內容 我們會得到保障 懂意思嗎 保障台灣人是什麼 舊金商和平條約 不是台灣關係法 要給他 這東西不是你的 所以不能做出任何片面的改變 要知道 台灣人有沒有台灣領土主權 沒有 所以沒有辦法公投的原因 也是在這裡 講是 我們被美國軍事佔領 美國軍事佔領 後來我們就 做美國五十一週就好了 這點大家要記得 美國軍事佔領 是因為他在執行 舊金商和平條約 他是唯一的主要佔領全國 他唯一享有 征服權跟佔領權 美國國會 美國國會 他早就 已經決定 不再增加海外的領土了 所以會不會有五十一週 最有可能成為五十一週是哪個地方 波羅里哥 我相信畢主町有跟你們做分享 波羅里哥 美西戰爭的時候 波羅里哥早就 從西班牙那邊拿到波羅里哥了 到今年幾年了 那麼久了 最有可能成為五十一週的 卻沒辦法變成五十一週 這樣你就知道了 公投結果 波羅里哥 公投結果 他想要成為五十一週 有嗎 球又丟回去給美國了 根據國際戰爭法就是這樣子 就是要照 國際戰爭法來做 不能說他誰支持 誰票數多就要聽他的 沒有 法理至上 這是很嚴肅的問題 美國沒有台灣領土權 除非美國擁有 否則是天方月堂 搞清楚是 台灣這塊土地的主權 是在誰的手上 從這裡移轉到這裡 189年5月8號 遼南訪還協定 遼東半島 因為當時世界 有三個國家 提出 抗議 就是提醒 日本天皇要注意了 遼東半島是大清帝國 神聖不可分割的領土 所以遼南訪還 條約就這樣簽約 日本天皇把遼東半島 割還給大清帝國 這也再次產明什麼 流亡 不能就地合法 佔領不宜轉主權 神聖不可分割的領土 不能因為 因為戰爭 戰勝 或者是投降 而被割讓 這點要注意喔 所以台灣 會可以因為 日本天皇 導航 所有權 變中華民國 還是變美國 可不可以 不行喔 這關聯要結 來 這對一個國家 哪個國家 法國 4月1號怎麼來 看這 1565年 法國國王查理九世 決定採用新改革的紀念法 紀念 法格力高利 就是現行的公立 公元1月1號為一年的開端 改變過去以4月1號為新年的傳統 守舊派反對 依然按照4月1號 所以當 當時 1565年的 守舊派跟改革派的兩個 互相捉弄 改革派的捉弄 守舊派的 送他們假禮物 參加假的聚會 所以法國人的 嘉年華會 4月1號就是 我捉弄你 你捉弄我 人的真笑耶 法國人的節日 要過4月1號余恩節的 要先問一下 你是法國人請舉手 那為什麼要過余恩節 全世界有法律 有萬國公法規定 每一個國家都要過 4月1號余恩節嗎 那為什麼一大堆人 抽熱鬧 去參加 4月1號余恩節的活動 4月1號余恩節有什麼影響 你地方路上 你生當人 殺假的問酒 捉弄人家 即甘跟生當 你這個生活習慣養成 你就愚弄人家的習慣 你的信用會不會受到影響 你的信用就不去了 講話不信用啊 你生的文書人要給他看嗎 沒有 不要隨便開玩笑 余恩節是誰的教室 法國人的 公元1945年的事業日 什麼日子 行憲紀念日 頒布行憲照書大日本帝國憲法 實施在哪裡 有台灣對不對 這個印章可以隨便亂蓋嗎 這是什麼 昭和天皇 我們不要跟中國人那種沒水準 獄人天皇 我們不要這樣叫 昭和天皇 因為他有年號 現在呢 今年幾年 平成27年 你現在寫起來 哪個年號 平成27年 公元2015年 現在不要再使用民國104年 中華民國都已經不存在了 流亡政府 你還使用中華民國104年 不能再用啊 平成27年 不然你現在2015年 全世界公用 不然現在民國104年 中華民國就民國38年就死去了 你還要拿來用 我們想看看 我們的祖先 已經帶的夢 墓碑 棺材都埋在那裡了 你還要把它挖出來 做個假的人像嗎 我哪說又挖勒 我哪說又挖勒 要不要 還要做那個名彈 那好笑 全世界沒有人在做名彈的 要記得 日本政令跟會計年度 新年度的開始什麼時候 4月以後 來我們看新台灣論 在306頁 看新台灣論306頁裡面 有講到4月以後的意義 來我們注意看 306頁 新台灣論 為何日本政府選擇4月以日 當作台灣領土正式編入日本領土 所以在日本國家體制內 有許多廣泛意義 理由呢 我們看到底下 第一個 是日本政府 會計年度的起始日 而為許多公司所效法 會計在做小 會做假的 年度會做假的 會計帳是很嚴肅 很震驚的事情 4月1號就是新年度的 會計年度的開始 做賬 一筆一畫 一個數字 代表一塊錢 這是很震驚的日子 不是小朋友 你作弄我 我作弄你 大家 大人大政 是大人都會跟人家說 大人大政 不要再算小孩子的 一種 在算重的事情 我們在算 不要再算 我們大人 已經成年人了 我們要做什麼 政經的事情 要做法理的事情 4月1號 就是什麼 會計年度的起始日 第二點 是日本新公司成立日 或合併日 近年來也被 責為區域合併日 公司跟公司 期間要合併 包括 要新的生理的日期 4月1日 不是剛成立的 來 沒有 我沒有要成立 4月1號跟你騙 日本不會有這種情況 大家要注意 第三個 是日本社會 許多 新進員工的就職日 要應徑 通過了 通過面試了 老闆跟你講 老闆跟你講 4月1日來上班 正式上班 4月1日 就是正式的 就職日 要知道 來 第四個 是日本社會 許多不動產 租任契約的生肖日 你不用做房子 做土地 買房子 房子要交接 假方轉移到乙方 4月1日 不開玩笑 再來 第五個 是日本學校的開學日 日本學校 是日開學 很正常的事情 會不會到學校校 校長說 今天余恩節 沒有要開學 會不會這樣 一般議員 一般議員 日本有什麼進步 就是這樣 一就是一 二就是二 我們大家要記得 我們現在在美國軍事政府的管轄下 所有的事情 沒有授權 你不要做 上頭沒收權的 你千萬不要做 不要亂白團 那個人說的你就團了 你要先問 有沒有授權 中央有沒有授權 再做 沒有亂白團 你都要 沒有授權的事情 不要做 我們的主管單位是誰 有沒有看到 USMG 美國軍事政府 在做各位 你有申請晶片身份證的請牙手 台灣民政府晶片身份證 你已經有申請的舉手 我看一下 謝謝 還沒有申請請舉手 趕快申請 嘿 那個晶片身份證對你的意義非常大 它能夠充分證明 你就是本土台灣人 甚至是你有意願 要留在台灣 那個class 右上角的class TW代表什麼 本土台灣人 People of Taiwan 你要記得 而不是拿著中國 中華民國國民身份證來證明你的身份 你在國外 你會有麻煩 你帶著晶片身份證 帶著雖然現在 我們還沒有拿到旅行證件 我們拿著流亡難民的護照 去國外 你只要上面有加了 TCG那個晶片身份證 你可以獲得你 你 基本人權的保障 你不會用 拘留 不會用約談 不會用叫他旁邊去 不會說 讓你還要什麼 落地簽什麼簽 還要去交 還要搭紅包 還要去過關 不必 我們都有人可以現身說法 大家要給 晶片身份證你帶在身上 它就是你的保障 OK 你有議員 要留在台灣 無緣 你跟中國市民政權 回到中國 回到平壇的 請你 要申請晶片身份證 晶片身份證 它的背面 有晶片 的右下角 它就是這個 USMG TCC是什麼 台灣民政府 USMG是什麼 United States Military Government 美國軍事政府 在第四條的B款 旧金商和平條約 第四條的B款 就看到了 United States Military Government USMG 在上面 這麼說 沒有看到美國軍事政府 請他去看 旧金商和平條約 裡面就有了 第四條B款 你可以抄起來 裡面就有 我們完全是依照法理 所講的台灣法理 不是自己編的 不是中國人用歷史 用地理 來套上去的 所謂假的歷史 假的教材 像他 陳泰山陳蔣師在說的時候 有動心在問 南海的問題 我特別有請你 剛好 提出這樣的問題 2011年7月23號 希拉蕊 希拉蕊他有提出 提出說 一切要依照法理 但是實際上 希拉蕊他是迴避法理 他用地理來解釋 但是呢 他用地理觀 來回應中國 有一個代表 姓楊 他是用什麼 中國的歷史觀 來解釋南海 這兩方呢 這兩兆完全 都是偏離什麼 法理的軌道 正常來講 大家要想 南海 南海的新南群島 我們說到台灣全島的時候 有包括三個部分 你要詳細內容 你可以上到台灣民政府官方網站 台灣民政府官網 你按搜尋 你去找這一篇 秘書長寫的 台灣戰爭史回顧 355 台灣戰爭史回顧 355篇 這一篇在哪裡 在台灣戰爭史回顧第四本的327頁 裡面有講到 你要寫下來 有機會你也可以把它買來看 日本政府在1939年的3月30號 已經把新南群島 編入台灣哪裡 高雄州高雄市 是 你要寫下來 新南群島 人家說南海 現在南海不是中國在那裡 要專探 專有平台 要挑戰美國 法理在哪裡 1939年的3月30號 日本政府已經把它編入台灣了 3月31號 日本政府正式通告美國 他已經把台灣 這個部分增加什麼 新南群島 所以講台灣全島的時候 包括台灣 澎湖 新南群島 你要寫下來 不要說台灣全島包括哪裡 哇 講不出來 台灣周邊群島 包括 那個 尖閣 間隔群島 那個都是台灣這邊的 好 新台灣裡面都有寫 記得寫下來 3月31號已經通告美國 那根據舊金商和平條約第二條 F 裡面就有講到新南群島的問題 日本政府雖然放棄了 對新南群島的管轄權 但是他的所有權 還在不在 屬於誰的 對啊 那中國那邊專有平台 給他專下去 可以嗎 跟屬不屬於中國 中國歷史 中國歷史上 南海 屬不屬於他的 跟那個有沒有關係 在1945年的 世界一日 已經把大日本帝國 實施在台灣了 台灣包括哪裡 我剛才講到 台灣全島包括哪裡 台灣澎湖 新南群島 新南群島 已經實施大日本帝國憲法了 在萬國公法的架構下 是都不可以讓人家侵略的 你占領也不可以移鑽他的租款 中國你在那邊 造島也沒有用 這樣懂意思嗎 不是誰 拳頭大就算誰的 不是 法理至上 美國是根據征服事實 Fact of conquest 主要佔領全國只有一個 就是美國 他擁有佔領權 佔領權 Rise of Cape Application 這是佔領權 佔領權在美國那裡 所以台灣全島有三個部分 大家要記得 台灣包括隊 新南群島 尖閣也是 尖閣群島 尖閣群 對於釣魚台 所以現在中國 知道了 他還去摸釣魚台嗎 新南群島一樣 他也是要知道 他都 驚訝不知道要去觸碰 看會不會被打 被打趕快又收回來 中國就是這樣子 他們對於 沒有那種法理的觀念 就是要挑釁要衝撞 那種壞習慣沒有改 招王會滅亡 就萬國公法來講 中國他目前也不是完整主權的國家 他只是一個軍事集團 叫做中華人民共和國 他征服整個所謂的中國境內 他裡面有很多民主耶 就萬國公法來講 他其實要被切割至少七塊 我相信大家有聽過李政委說 要分國七塊 不然就有了 來 這個招書裡面有幾個人 大家要記得在上面順便認識一下 在招合20年4月1號 來崇光奎在這邊 這是1945年9月2號 在簽訂投降書的崇光奎在這邊 再來是簽 舊金商和平條件 1951年9月8號 吉田茂 當時叫什麼 軍需大臣 崇光奎呢 外務大臣兼大東亞大臣 要知道齁 這個在新台灣論後面翻來三頁那裡 有齁 大家看一看齁 看好齁 童話 1937年黃明化 這讓大家 什麼叫黃明化 黃明化是一個很好的活動 很好的運動 讓大家看有日本 日本的 寫的文字 看得懂日文 聽有日本人說的日文 日本話 才有辦法把這部大日本帝國憲法 實施在台灣 日本人說話 天皇說話 你聽不懂 你看 寫出來 看不懂 可以實施現話嗎 不可以 所以黃明化就是 讓大家看得懂文字 聽得懂講話 叫做黃明化 這是戰爭的催行上 這東西 大東亞的戰爭 其實是 美國 他五回大日本帝國 三 跟日本帝國 經濟 跟電眼軍 石油禁運 讓大日本帝國 因為自我防衛而宣戰 他是在國際法上是合法的 所以大東亞戰爭是正確的名稱 而不是太平洋戰爭 美國跟大日本帝國 是因為誤會而打戰 這場錯誤要不要延續下去 不要了 依照國際法理就是恢復正常 他要協助我們恢復正常 慢慢的 對我們的觀感也要做調整 原因在這裡 大日本帝國的憲法 他是依據萬國公法來編定 由誰 由明治天皇 清治寫的 叫什麼 清定憲法 清是一個金再一個欠 清定憲法 君主立憲的國家 是由君主立定憲法 交給帝國議會來議定 然後透過行憲造書 把大日本帝國憲法實施下去 所以行憲造書在1945年的4月1號 頒布之後 也等於就是說 日本天皇直接下令 讓內地延伸 延伸到什麼 台灣 台灣等於是大日本帝國的內地 他不再是殖民地了 那才是有一個小孩 父母把他騎騎騎騎騎騎到差不多了 欸 不會說因為 派遊騎過往他 快去登記 去保證署 登記 登記給靠 小孩子登記戶口之後 跟父母之間的 權利跟義務會不會斷掉 不會啊 這樣懂吧 雖然孩子不在身邊 跑去別的地方生活 可是那個義務還在不在 還在啊 一樣齁 這是什麼 主權權利跟主權義務 就是 所有權跟管轄權 齁 懂意思嗎 你從這個角度 為這個角度去了解就知道 台灣跟日本天皇的關係 就是這樣齁 知道齁 天皇要怎麼樣 朝和天皇要把我們揪 他說呢 如等臣民 善體正義和諧一致 和諧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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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竭力輔佐 正知皇國大忌 大日本帝國憲法 第二條跟第三條 就是說 實施憲法之後 所有的皇民 所有的臣民 有參政權跟參戰權 再也不是高殺義勇軍 也都不是義勇軍 憲法實施之後 日本皇軍 齁 要知道齁 現在我們是皇民 憲法已經是死了 他又戴不住了 1945年的10月25號 是不是台灣光復節 不是齁 你要殺掉 那天叫什麼意思 交戰國軍事佔領日 交通的交 戰爭的戰 交戰國軍事佔領日 交戰國軍事佔領日 但是 1945年 10月25 你要殺 這個時間點 你要記清楚 來看喔 台灣主權誰說了算 1937年 在台灣實施皇民化 1945年 歲日起 實施明治憲法 已成為大日本帝國 神聖不可分割的領土 台灣從這一刻起 在萬國公法的原則下 這塊土地的主權 已經屬於誰 日本天皇 這個時候台灣人 就是標準的皇民 台灣裔的日本兵 英靈 到現在 金鋒在哪裡 出發 英國神社 八座 三萬九千一百名 今年 八月 八月分 8月12號 日本行 如果上過國級班 你們就可以開始報名了 報名就對了 來 英國 拜登 台裔的日本兵 這個每個都是 the people of Taiwan 本土丹人 這意義很大 賦予台灣住民議員 可以進入什麼 帝國議會 參與國政 參政權 選出的貴族院議員 寇拼 撿郎三 林憲堂 林憲堂有聽過 東西算出來 貴族院的議員 二戰結束 日本政府只放棄什麼 管轄權 日本天皇仍安 擁有什麼 台灣澎湖的所有權 新南群島 尖閣群島也是 不知道 不是說台灣群島 以下官條約裡面的內容 台灣周邊群島 就是包括新南群島 跟尖閣群島 就是釣魚台 跟南海 這些身分證 你要撤帝 撤帝給他知道就好 1952年4月18號生效 究竟和平條約第四條B款 我剛才跟大家說的 USMG在這裡 管轄權由日本政府 轉移到美國軍政府 要有看這裡 United States Military Government USMG 日本承認前述第二條與第三條中 美國軍事政府 對日本與日本國民 財產處分的有效性 財產是嗎 台灣與澎湖至今 還是日本天皇的財產 所以 日本國的奉遺軍 為什麼可以去南海 甚至後天 會可以進來 我們台灣裡面 維持軍事和平 在這裡 要知道喔 日本天皇的財產 日本防衛軍 有義務 來保護 雖然日本政府沒有權力管我們 但是他們有義務 要來保衛 好 在這裡 占領軍 經濟 占領權力 占領權力就是 美國 它所擁有的 它必須要根據 占領權力跟義務 來保護 保護跟防衛 台灣 澎湖 包括新南群島 所以 中國 他還繼續想要 搖 會發生的事情 會戰爭嗎 會不會發生戰爭 人家說不可以 你 想要搖 會衝突嗎 會不會衝突 這樣就知道喔 依照國際戰爭法 主要暫停全國呢 必須核發 被佔領地人民 我們是不是叫他們 我們叫他們 我們叫他們 屬於他們的身份證 就是這個 看這裡 USMG TCG 美國軍事政府 跟台灣民政府 在裡面教一下 本卡核發依據如下 萬國公法 國際戰爭法 舊金商和平條 第二條B款 第四條B款 跟 第四條B款在這裡 二十三條A款 台灣關係法 美中三個公報 一個中國政策 美國憲法 即 美國軍事政府 管轄下 台灣民政府參議院 所公佈的 台灣公民權利法 大家手中有嘛 台灣公民權利法 他就是核發 晶片身份證的法源 了解 台灣朋友管轄權 美國軍事政府 說得算 要不然 蔡英文為什麼要赴美 面談 蔡英文去美國 美國又送他一面 很大面的 國旗 有看到 今天才去 秘書長頒發美國國旗 我相信你有看到 蔡英文是不是有拿一個 美國軍事占領 那個美國國旗 美國就是會說 這個土地是我美國 軍事政府 這樣而已 無論你有選條 沒有選條 你比較注意 不是你的 你不能就地合法 那面具要頒發給他 那就知道了 要了解 下課在問 等一下 下課在問 來 那個 台湾民政府 他這個banner 蘋果日報 自由時報 還有誰 聯合報 聯合報的電子報 然後 你如果用你上網 你就會看得到 聯合報連續兩個月 會播這個banner 你如果看這個banner 出來時 不要太高興 他點 你如果漏了什麼 漏了不知道的人 讓他看給他點 我們現在來 在這上課 你看這個banner 就是這個廣告 橫幅廣告 你就漏了讓人點 我們要怎麼上網 我剛才的工廠 大家講 你上 搜尋網站 你都google yahoo 你會把它起起 你會發什麼 台灣民政府 官網 做官的官 官網 官方網站 台灣民政府官網 按搜尋 你就可以像台灣民政府的官網 看什麼 文章 還有隨時的公告 亮白 合法的 美國軍事政府 跟台灣民政府 兩個單位所合法 合法給誰 給台灣民政府的 學員來使用 這塊白 不是黑白掛的 但是什麼 你掛這塊白要注意 紅牌跟白牌要一起掛 你如果高級班上完 你就可以買了 不要單掛紅牌 為什麼 紅色的車牌 目前還沒有車線 你掛白牌 掛上去 雙重保險 你有白色牌的車線 你就過關了 你 沒有狀況糾紛的時候 你面前沒有白牌 保險公司 還說我不理賠 我 你自己摸在搜 這樣知道嗎 紅白牌要雙掛 不過說 我有這塊牌 我掛紅牌 我要跟台灣民政府 要跟中華民國警察衝撞 這種事情千萬不能做 法理至上 法理我們就是尊守 後半的這個中華民國這個 警察 後半也是我們的 定義是同事 他是最基本的執法機關 台灣民政府這場 警察是後半要做執法的動作 我們的手法做給人家看 法理台灣人就是這樣子 手法 紅白雙掛 車牌掛起來 我們標準穿好 講話有禮貌 遵守法律 但是給 流氓政府底下這些警察 他煩然一心 果然跟流氓政府不一樣 是不是這樣 這大家要給 要知道 這個人要拿衣服 不要單掛 什麼叫我國 我國是什麼 轉世紀改 沒有一個國家叫我國 大家要看 為何是國民不是公民 你看他現在中華民國國民身分 他早在公民道德 跟我們講 公民道德教育 是不是跟我們講 只有公民才可以參加選舉 而且現在國民身分證 叫人選舉 明顯就是要 讓我們跳 他要含這個 你拿國民身分證 去參加選舉 他就講說 這個台灣人不聽話 明明是國民參加公民選舉 我們就算了 那我要賭 你現在 支持率又超過50% 五成以上 所以一直流一直流 流到怕他 又把你吞打 把你抽油水 你有沒有理由還求 沒有辦法 因為你投票 投票代表支持 志願意願合法 你領他的票 太前面再拿 他如果他回去 又把小房間回家 又把同意書錄下來 你不管投對一票 都一樣 都支持中華民國 你知道嗎 這個就是政治戀獄 你進去投哪一個黨派 都一樣 都是代表什麼 你支持中華民國 繼續留下來 欺負你 你把他的同意書 投在票桶裡面 誰是笨蛋 人看就知道 果然是笨蛋 台灣人不要做笨蛋 好不好 剛剛已經跟各位 同心講過的 那是中國人的家務士 你是什麼人 你是本土丹人 美國人會去 參加加 加拿大的選舉嗎 美國會不會參加 德國總理的選舉 我說那就好了 美國人去參加 德國人的總理選舉 會不會 你多管閒事 跑去人家家裡投什麼票 你知道嗎 不要再說了 你先去腦子回去 不要想 就住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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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兒 同居也變成老公 不對 都沒有結婚 住在一起 這樣就是老公 人家就跟你講 你來法律證明 我看一下 沒有啊 只是同居啊 流氓政府現在就跟本土台灣人同居 我說得清楚你就知道了 流氓中華民國家裡的事情 你要去管人家嗎 與法 與理 與情都講不過去 有什麼權力管人家 投票也是一樣 要知道嗎 這項身分證 各州現在沒有什麼叫州長了 要知道 各州最高的行政決策人員叫什麼 敵俗 知識 知道什麼事情 沒有那個州長 州長那是之前才美系的方式 因為我們就要無縫接軌 慢慢跟天皇這邊接軌 所以每一州最高的行政人員叫什麼 敵俗 要知道 要在滾手 這些身分證 都有上報章雜誌 2006年10月24號 那天的影片 沒關係時間關係我們知道就好了 你看看 東西 比如說沒有改變 依戰爭法 終結中華民國流亡政權 佔領台灣 台灣民政 國家地位正常化之後 會有兩個政黨 民主黨 跟 共和黨 一樣 這先讓大家做初步的了解 今年 2月28號 美國時間 2月27號 第二次 控告美國 跟中華民國 有什麼 跟中華民國 跟中華民國 就是 改變所有本來的國籍 叫做 很簡單 因為它是流亡政府 一般 國籍的儲定 要經濟三個程序 大家要記得 你一定要寫起來 志願 主委 意願 你的議員 合法 要透過這三個程序 要透過這三個程序 你才能夠合法 正常的取得國籍 我請問各位 依照我們 拿中華民國 國民 新聞政 有經過 學法的政策嗎 我們有選擇嗎 有什麼意願書嗎 為什麼他去拿這個政策 就很簡單 十四歲就 好好的本啊 國小畢業的 老師說 照片高高的 就本身分證給你了 是我們意願要的嗎 志願 意願 合法 這三個程序一樣 為什麼你去參加 流亡中華民國的選舉 會掉入政治陷阱 因為他就是 用這三個程序 自己躺在裡面 你拿他的新聞政 拿自己的櫻子 從小房間去當票 還把同意書錄 志願意願合法 所以算出來的人 你沒有 任何理由 去對抗 去反對 去反對 你選出來就是這樣 那是你自己選的 自願意願合法 所以 自己要支持恶果 這沒辦法 反駁的 所以抗議有沒有效 沒有效 你去凱達科安大道抗議 也一樣 他就去跟他遊山玩水 就是要來的 這張 就是受贈的 受贈 案號在前面 Document 1 Field 2015年的2月27號 美國 案號 第一頁 在台灣民政府官網 裡面有 當時的新聞 這就是我們的歷書 Chast Crime 現在起訴 還在跟我們道三天 來看這個 兩位 兩位最重要的事 為台灣的未來 這樣 是 你知道是 民主要的 英訊 身份 都在台灣 這些問題 他們專門搜尋 第一質問 什麼是 他的標準 這個 fordi 沒有任何 用作為台灣 成立 Além國 這就是 非 是 會 從 的 如果你想要有多数人的谈论, 是否他们是日本人, 是否他们要是, 他们要是他们的, 我会说, 他们其实是在台湾上的谈论, 会问他们是, 他们是在谈论。 我讨论了很多人, 他们是在谈论, 他们是在谈论, 他们是在谈论的谈论, 是很困难的问题, 有很多人可以被骗到, the PRC already has said that if Taiwan declares independence the PRC will attack Taiwan but in terms of is Congress interested in this I don't know if they have the political will to deal with Taiwan right now or if they could agree on anything at this point no one can predict what courts are going to do all we know is we are 100% certain that our facts are correct in the complaint and we know we are right on the law what a court is going to do with it is hard to predict the next step would be implementing a plebiscite or a vote so that the people of Taiwan get to express who they want to be and that's something to be worked out through negotiations the national press club 什麼意思 國家記者俱樂部 在美國的華府 華盛頓DC 當時有很多記者都在訪問這個事情 在解釋 因為我們的國籍被用非法剝奪 跟非法的授予 Nationality 他剛剛的律師在說 就是什麼 國籍 所以有人問說 你是對的人 你是哪裡的人 那就是牽涉的什麼 國籍 這張 捷餐自02 97號訓令 這張 可以這樣 換的差 去進入 這樣明明來開始 大家都會用的寫一張座 新菜 Memots 跟他寫的一樣 節餐自02 97號訓令的下方 中華民國所有財產都是我所有 我也可以這樣用 可以嗎 可不可以 非法剝奪人家的國籍 這是違法的 我們看國際人權宣言 Article 15 of the Universal Declaration of Human Rights States 第一條 Everyone has a right to a nationality 這個國籍 國籍 所以人權宣言第15條 人人有權享有國籍 我們現在是無國籍 人人 人人 人人優款享有國籍 人好人的國籍 不能夠人儀 人儀什麼 不得 也不能 表定 改變國籍的管理 譬如說這個人已經規劃做英國人了 你可以否定嗎 不可以 他本來就有國籍了 好 出品的來 你今天來最初級班 你回去可以跟親朋友問 問這個問題 日本天皇有沒有國籍 來認為有的請舉手 沒有的請舉手 不知道的請舉手 OK 好 剛出題就要來混淆 日本天皇沒有國籍 為什麼 他就是那種校長的對象 國家就是我愛的 我沒有效忠的對象 所以我沒有國籍 英國女皇一樣 你知道嗎 那種校長被效忠的對象 就是日本天皇本人 他有國籍嗎 沒有國籍 所以他的小孩子 一樣沒有國籍的情況之下 要取得國籍就是 取當地的 要不然嫁給當地的人 這樣才有國籍 那清楚嗎 OK 不能夠台灣人 台灣人 台灣人 國籍 台灣人到底是什麼人 國籍 國籍 好 OK 日本天皇 永遠要活在我們的心目中 不要走兩條路 主張台獨 第二個 主張共產主義 不可以主張台灣獨立 不可以主張中山主義 兩條紅線 你只要主張運作 保證你出事 為什麼 這兩個動作代表什麼 你要搶奪日本天皇的財產 你會不會出事情 你會不會出事情 這兩條紅線 要不要踩 千萬千萬 不可以去摸 你知道那摸的博雜 不可以去摸 你知道嗎 來 我們再複習一遍 出擊班兩個重點 一 佔領不得移轉主權 流亡不得就地合法 台灣民政武士法理台灣 台灣民政武士台灣法理 好 今天課程到這裡 謝謝